您好 欢迎收看3月1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建长学中为关心部落长者友善环境 日前前往了万荣乡的建勤村老人馆 听取环境改善工程简报 由赵福源杜小凤向县长来报告 建勤老人馆设施的成就情形 需要政府赤字整理还有维修 也期盼可以早日改善二楼建物 厕所漏水等问题 还有增设楼梯护网 以及屋内老旧设施改善 县长在听取建勤老人馆的环境 改善工程简报 由赵福源杜小凤向县长报告 建勤老人馆设施成就 急需县政府赤字整理和维护 期盼能够早日改善二楼建物 厕所漏水等问题 刚刚看县长看那两边杂物间 因为那是村板的东西 我们希望可以清空 可以放我们厨房的运动的空间 这样工业会比较多一点 听取简报之后县长许正卫 也与乡长股民光协调 二楼村办公处设施 移至一楼 以及增设楼梯护网 和屋内老旧的设施改善 好那这样子 因为乡长的意思 就是说他也认同 也赞成说 村办公室的部分就在一楼 那有关于二三楼 如果有村办公室 现在在放置东西的部分 就移到一楼 徐县长也特别提到 老人管设是为了让社区内的长者 有一个可以活动聚会 借此增进感情交流 及活络身心 幸福和万荣香会大力的帮忙 将老旧设施修缮完毕 并且更新 让长者在友善的环境中 活出快乐 健康的饮法生活 据着林杰万荣香采访报道